早晨!12月8日,星期易得道,早晨财经,我是你们的主持,杜森 回顾昨天说的东西,昨天说降准放水1.2万亿 我们说24,200点,24-24,200点 今天你看回,我都要赞赞自己,其实顶底都猜到 今天的顶,我们也猜到,如果预计降准对恒指的影响就是 作为低位2-3天内会上升800点,昨天的低位是前天 23314加800点就是24114 这个就是我在昨晚节目里面有说24,200 但是今天我就更加在这个留言板那里 我就详细地说我怎么看这个800点 由前天的底位再加800点上来 那当然啦,有些朋友说,喂,森哥,焰火未到 那不好意思啦,因为我计期指,因为我炒起期指嘛 期指最高位,现在我录音的时间呢,是晚上10点09分 就来会开尾股啦,那最高的港股暂时是24138 24138,24138 那我今天有记录,看回,是这个,我们的视频里面的留言呢,写住啦 24114 五到六十多点,这也很能接触 所以这个希望我的一些不同的技巧或者一些预测 可以帮到一些不同的朋友啦 那么当然啦,当中呢,是否好像今天有事 喂,杜三啊,喂,今早一开始 跌下来先啊,你猜中我的顶,我都搞不了的啊 但是我再说一些操作 我当中看到有个网友都知道我说什么 我就说用分水 可能我要详细说一些 分水是期指的分水位 因为可能怕大家误会了是恒指 期指9点15分已经开了 其实用回开市的口价来作分水位 一路上不了的 因为通常裂口这些东西 我们会说多一些裂口的市 如果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操作不太困难 破了开市位一路上去 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这些 做daytrade的已经是沽了 也都去到2010点多钟左右 2013500 差不多到我都说出来 2013500就好像有支持 也都如果再破这个位 这个就会可能要小心 反之依然就会有支持 也都最底底位 也都是做了 大家的位都是差不多 和我的底位 这个如果期指来算23501 就差点而已 后来一路的就开始产上去 其实一点钟左右 我都提醒大家 有个网友也有提到700 他说要不要放 我都给了不同的策略 相信他也没有放 不同的怎么去分住 吃 也说我提了一些意见 当然这个是如果我是去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呢 相对也都下午时段 破了下午今早的那个 开市的高位的时候 也都一路我都已经 说24000 这个基本的一个 已经那个预测 当然大家未必会知道 原来我在留言的 如果大家有听到 现在这个视频又有兴趣 有时都想参与一下 看看 究竟每天那个市场怎么走 那道琛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时都举一些贴市 陪你们一起玩的时候 那怎么看这件事 那如果有兴趣也都有时间的 那就可以看一看 那当然 如果万一那天我忙 就未必会有空讲了 但是 早上我都会讲一下 弯粒一下 小小的大市的 那可能大家说 喂 昨晚讲完这些位置就OK咯 但是大家要明白 整个市场是会移动的 不是死定定的在那里 所以每一天都会 那些策略都会移动的 那这个所以就是有少少 未必会发生到太远的东西 但是就说 昨晚其实都估到24,000至24,200 那这些都叫做 给回页自己啦 那希望都帮到大家 那 长话短说啦 好 第一单新闻 这个微博上市说 暗盘价跌6.2% 微博不是我们玩 内地明星啊 光头树那些都喜欢玩 来讲第二上市的微博 那 98 98 将于明日主版挂牌 暗盘收6.16% 跌了 那这个辉立 交易场显示暗盘价 低建252 那招股价272.8 跌了20元 20.8 那 7.62% 跌了 那收报256元 那比起招股价跌了16.8元 那这个 如果未计手续费 一手20股的话 那账面是336元 那大家不知道网友有没有买了 那这些我不会买的 那看见美国的图都不吃饭都饱 那这个跌了 现在正在升股 那这些下山股 那都 那这些下山股 那这些下山股 那 那这些挡手 那这些账面 那这种客户 还拿过来 找到上市 那 那当然 可能会报局 那不来讲 一路不升下可能就再吸引一下你班人 之後如果還有路續續還要上的那些什麼中概股 那要不是怎樣哄人落搭呢 所以你問我的我不會入 但是可能會升的 因為有潛台詞還要引很多人落搭 還有很多借地上 但是這些供求都很難控制在自己我們看不到 所以這個這麼封閉這個圍內市場去看這件事 我就寧願不玩了 第二單 長城汽車上月銷量跌16% 公佈了長城汽車11月產銷12.25萬 按年值15.65% 產量是12.45萬 跌了14.83% 其實今年11月他們 累計銷量111萬.86% 但是其實 增長是16.34% 其實去 但是如果上月的銷量其實跌了16%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電動車 因為這排電動車都幾好賣的 其實全靠 就是這個Tesla老闆 那他是習近平的 還有李克強現在當了他們是貴賓的 那這樣就拆拆拆拆 那麼Tesla就帶動了 為什麼呢 他們Tesla 其實因為他做了個餅 那麼令到更加多的國內 買電動車成為一個趨勢 雖然是這樣 但是 這個 美國上市一個 汽車三傻 就是三寶 那 李想 小鵬和 這個衛來 那我得意 今天我聽到一件事 那 摩根史丹利發表技術性的研究報告 他說 相信李想汽車股價15天內升 那 基本面仍然穩固 那 就估計70-80%就會增持 還有 會目標價189元 我問 不是吧 看 看看圖你就知道 真的 認真說 我以前 我經常都想到大行 我沒有研究的 但是剛才看到 我經常都說 完全沒有理由的 又說 15天內 幾天內 但是 我呢 今天 我就立此 看看 這個叫做大行報告 我就想做一個 這個 導心反大行報告 我就看一下 15天內 我到時候就和大家看看 我看 如果你看 李想汽車 你看 不要看香港 看美國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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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賣車在大陸 OK 但是 有15天內 看到189 我反而看 如果今天 禮拜 那裏 請不到135元 分钟去到 一百零幾元 所以 大家 給我做個引證 看看摩根士丹尼 這份 理想汽車報告 記住 今天說189 15日 15日 好 好 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 到時 價錢又怎樣 另一單 科學園 肚炮的 有隻 新東西 你會上市 可能大家都聽過我的名字 雙湯科技 這是中大團隊引辱的千億獨角獸 這個雙湯 講了很久 好像很厲害 講到 全球發售15億股 B類股份 當宋一成在香港發售 招股價3.85至3.99 一手1000股 入場費4,030元 今個禮拜起到禮拜五都接受營購 預計下週 下週 下週 在香港掛牌 中金 海通 海通 國際匯豐 聯織保證人 專家認為雙湯科技基本面不錯 定價也算吸引 目前市況不穩 短炒一定風險 如果散戶認購 已經有心理準備 大頭歸 不說 未來幾個月股價有望上5元 先看 高招股價5.3成 雙湯科技的收入 源於軟件平台銷售 其中包括軟件許可 人工智能軟硬體產品 相反服務 公司上半年的業績有量例 收入增長率高達91.8% 毛利率增長達94.1% 好像是假的 毛利率由去年上半年的72.1% 增加到今年73% 都70% 這個毛利率很高 今年上半年 來自智慧商業、智慧城市、智慧生活 智能汽車的收入分別錄得 6.47億 7.86億 和1.47億 還有7千多萬 其中終端用戶主要市政府 很多市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智慧城市業務 很多都是大陸招育 不過雙湯科技在業務紀錄內 產生大量的經營虧損 和正規 經營虧損和正規損 至今年的上半年 股東應佔的虧損已達到37億 首席執行官 黃禎 早前表示 公司在人工智能行業 擁有非常勝先的地位 目前的經營成本主要來自G7 有信心 未來有空間入樓虧為形 聽聽聽 這個主要收入來自國內多 這間香港的獨角手工師 沙漓文報告 按2020年收入 雙湯科技亞洲最大人工智能軟件 同時 中國最大計算機 視角軟件提供 市場份量達11% 今年上半年雙湯 有85.5%收入來自中國內地 其餘都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等地區 這個 基本上雙湯這東西 發售價3.99% 股份市值1320多億 如果有閒錢 認購玩玩玩玩玩玩玩 但如果你說怎樣炒呢 新股其實我真的 真是 現實講 我 很久沒有炒了 講開以前 原來我本人小弟也試過頂頭錘 頂頭錘是什麼呢? 如果有營購在新股就知道了 入得最多的那些 整個在最大的股數 用孖展來營購最多的那些人 有一段時間我試過頂頭錘 那隻要財證券 如果有看那套什麼片 喜愛夜袍 那家就是麥林 那時候就上市 不是那家Disco 那時候我頂頭錘 好像都忘記了 總之有賺的 不過我忘記了拍了多少 不過拉雲也是賺少少 沒什麼用的 不過有些雙屬人士叫我 不如有營購一下就可以了 不說不知 即是地下再八卦一下 很好笑的 那他住場那時候 還沒上市的時候 每天晚上有這麼多美女 因為我朋友做這個Model agency 叫他們幾百元 都不可以叫做出名Model 只是女女 叫他們只坐 上去上面 收金就直接走了 所以那些美女全部都請回來 搭過雞排 終於找到大陸佬接頭 題外話 這個 講回雙湯 如果通常炒新股 炒新股 我就想 因為 你亦都不會知道去炒到多少 可能 講放言歸邊 但是大家炒新股 監視了半年金售期 通常半年金售期 看一隻股不一樣 有些人 越近半年金售期 有些人沒有高上去 就會想 批股或者放售 所以 很多時候看著 上市日子半年金售期 差不多到時候 可能會沒有高 還有 上市日子 再看盤路 近年 很少再入新股 就算是 都是上市 之後 那天 我們去炒 或者是 暗盤價 以前 我記得 很多隻新股 玩都是用這個方式 有機會再分享 炒新股的方法 不過都很久沒有炒新股 對上那幾次都是 中煙 這個 新成月 都很久了 新成月 其實那時候 監視不足 因為營購不足 營購不足的時候 反而 我就 我就計過一條數 我想 那些莊家 後面的盤友都要散負 營購不足 上到它的時候 唯有搭大個雞排 然後 再 訂購出來 那隻就好 那隻由兩個多炒到二十幾元 一新成月服務 是什麽呢 1755號號 對 我可能慣性的 有個模式 有時候說了號號號 也忘記說股票名 有聽眾提我 有時候 可能我 習慣了 只是說號號號 不好意思 我會盡量改善的 如果有什麼招呼不到 或者我自己也有些遺漏的時候 敬請包容 講開就講 講開就 金股回債 有 還有這個Bitcoin Bitcoin 上禮拜尾 星期六 有個大塌 講開就 油方面 有機 就會 可能見底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有 玩開旗遊 或者旗貨的話 留意疫情狀況 因為 之前 疫情 電動車普及的趨向 近來 有公司 開彩其實減少了 反而 將賺到的錢 都分派給股東 所以令到股票價格 其實都幾堅挺的 之前特朗普的年代 有公司還會 多投資 開彩 但現在 少了開彩 反而會令到 石油 可能 接下來會有些短缺現象 所以 未必說會看得那麼淡 金方面 我反而看淡些 可能 大家會看看 金未來的趨向 可能要去到二三月 才會有些轉 即是有些好一點 如果大家有炒開期貨的話 詳細就看看我現在講過大trend 這就是 油和金的看法 現在錄音的時候 就是美股 香港時間已經是1點鐘 美股今晚都升得厲害 升400點 納指現在正在升2% 市場消化了新病變的病毒 對經濟的憂慮 好像忽然間一掃而空 導致一度漲到400點 納指升到2% 美國財長耶倫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個活動上 表示通脹是當前的擔憂 而持積率高 表明勞動力市場是吃緊的 數據方面 目前美國10月 這個貿易易差就是671億 預期易差就是668億 之前那個前值就是809億 現在剛剛剛剛我 其實我還沒看的 我剛剛先看新聞 現在說油價上升 我想說油已經是今早寫低些Loss 現在剛剛我看到了 油價上升 紐約原油 現時每桶報71.23美元 升1.74 布蘭德有 現在報74.63 漲1.5美元 證明都沒看錯方向 夜期這一刻 升65點 不如說說 如果明天的閃 現在其實升到這位 昨天我寫的target 基本上都有 到了 到了又怎樣 這些大位已經 升了那麼多 通常 因為今天 行指的不外乎 大波幅日和小波幅日 很簡單 美股就有升幅 港股就有波幅 尤其是之後 早一轉 很多時候就是騙蝦條 怎樣騙蝦條呢 正如今天 堆到上24000 之後10.3前 是做什麼呢 跌你兩塊幾水 雖然你列口 列口高開 但是一開了的時候 就不停堆下來 沒什麼人 可能10點幾 有個醒覺 然後進回 每個人 進入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些羊群 大戶好像 按這個升降機 按完這邊 按那邊 那邊的油 就被人摸到頭轉 還有 因為我們炒期子 尤其是我 我有時候 我是炒黑期 什麼叫黑期呢 就是CFD CFD 就是俗稱黑期 有些不太聽的名字 但是這些產品 有時候 我們還沒開市的時候 也有trade 當然可能買價多些 變了走的不同的位置 就會比較容易些 所以買牛熊證的人士 我經常都不建議買 以前不太懂得這麼多 這些財經產品 我都舔過不少 其實 又被人去 每天都要4點 4點就完結 沒得玩夜晚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一看 就沒得吃 更何況 這個牛熊證 分中的條款 都不太好 買認股證 更加嚴重 所以我建議 其實真的不要碰 因為你會看到 那些財染 你留下 哪些財染 經常跟卵證合作 那些 我跟他們說 全部都收錢 還有他們說的話 一定有偏頗 一定是著數了卵衰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最後 剛才所說 明天的股市 或者接下來的股市 24,300至24,500 可能這一期 慢慢推上去 可能都是這一期的高位 現在跌不下去 將那個下跌浪 可能會退遲到一月 才要再 對回去 22,800或者23 這些位 到時候 可能要第一季 季頭 才會 坐下去 但現在 基本上 因為24日 就是平安夜 倒數 一個禮拜 那些 鬼佬 基金佬 全部都是那些日子 可能就要放假了 所以現在 在這段時間裡面 有什麼事情做 他們一定 盡量空軍 又可能 就慢慢 平倉 有些就炒上去 就 想著那個 那盆業績 是靚仔仔 就出 所以這些時間 可能 玩完這個禮拜 至到下個禮拜 的 禮拜中 或者禮拜尾 都差不多 這些波幅都 跟著都已經 做完做靜 跟著就可能 很靜 那個市場 建議 投資者 如果 有一些已經 忽然間 一些殭屍股 今天很多殭屍股 都 彈一棍的時候 如果有 有得幾棍彈 大家真的要想想 因為 那麼適逢 現在放些殭屍出來 都不去 想一想 讀一讀 拿回過年 那你們到時 如果又搭回去 那就真的 又是 又是得過吉的了 當然 有很多人 通常 喂 阿賭sir 喂 那些我多少錢 多少錢買呀 講到天價那些 可能 10元8元 現在剩下2-3元 那我就 我都不知道怎麼幫你 那 大致就這麼多了 那今晚 很多謝大家收聽 那 所以不是今晚 應該是今早 不好意思 好了 希望大家 今天贏多些 那也都 如果接下來 有興趣看 即時有些什麼 的分享的話 歡迎在 我 這個 影片下面 會再 這個 去留言 或者留言板那裡 去看看 有些什麼 分享 還有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忘記說了 還有 按讚我們的影片 不單止按讚我 按讚我們 我們這麼多的主持 也都 希望能夠 做齊六部曲 加上 最後 我也講一下 一個叫做 免責聲明 以上 所有的分析 以及 所有的研究 我個人 一些不同的表達 以及 一些 純粹我自己 一些投資的分享 就不牽涉到 這個買賣的建議 如果 有什麼買賣建議 就 跟本人無關 這個 大家都明白了 好了 再見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